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AI新典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令人震惊 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因涉嫌侵犯版权 而被淫逸杀手2049的制作公司起诉 这起诉讼涉及特斯拉在推广齐新推出的机器继承车时 非法使用了电影中的影像 Alcon Entertainment指控马斯克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 利用AI生成的图像 并且在活动中展示了与电影场景高度相似的画面 意图混淆观众的认知 这不仅是一起法律纠纷 更是对于知识产权和创意产业界限的挑战 Alcon娱乐强调 马斯克的行为可能会影响电影的形象 因为他有着极具争议的政治观点 这起事件无疑引发了对AI在创意领域应用的深思 未来科技公司在使用影像和声音时 可能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 而这还不是全部 这起事件还引发了与其他知名人士的相关争议 让人不禁思考创意产业中名人与品牌之间的复杂关系 究竟这场法律战的结果 会如何影响未来的创意产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近期的一起备受瞩目的法律纠纷中 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公司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这一次 特斯拉因涉嫌为金授权使用电影 《影翼杀手2049》的影像来推广 其新推出的机器计程车 而遭到该电影制作公司Alcan Entertainment的诉讼 《影翼杀手2049》是2017年上映的一部科幻电影 被仅设于一个后末日的美国 影片中出现了完全自动驾驶的AI汽车 这次诉讼是在Alcan Entertainment于10月21日 于加州联邦法院提出的 他们指控马斯克在被拒绝的情况下 仍然将电影影像输入到AI生成器中 创造了未经授权的宣传材料 Alcan Entertainment的诉讼 强调了特斯拉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之间的合作 指控后者协助特斯拉在10月10日的宣传活动中 违规使用了电影影像 根据Alcan Entertainment的说法 这些AI生成图片明显模仿了《影翼杀手2049》中的场景 其中之一是一位穿着风衣的男性角色 俯瞰着被橙色光芒照亮的城市废墟 这让人立即联想到电影中的一个经典场景 Alcan指控这些图片是恶意且故意的诡计 旨在非法挪用《影翼杀手2049》的品牌 来提升特斯拉汽车的吸引力 诉讼文件中还指出 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应参与此合作 而同样被列为被告 指责他们在协议中提供场地和访问权限给特斯拉 并包含了促销元素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侵权案件 它涉及更深层次的知识产权和AI技术 在创意产业中的应用问题 Alcan Entertainment的制片人明确表示 他们不希望《影翼杀手2049》 与马斯克或特斯拉产生任何联系 尤其是马斯克的极端政治和社会观点 可能对电影的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Alcan目前也正在与其他汽车品牌洽谈合作 为即将推出的亚马逊电视剧《影翼杀手2099》 进行联合推广 他们担心这起事件会对这些谈判产生负面影响 这次诉讼让人不禁想起之前 斯嘉丽·约翰逊与AI初创公司OpenAI的法律纠纷 当时OpenAI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一个与约翰逊声音相似的声音进行商业活动 最终在约翰逊的法律威胁下撤回了该功能 这些事件集中反映出AI技术 在当前创意产业中的潜在法律风险和挑战 特斯拉和马斯克的行为不仅引发了 对创意产业中知识产权的广泛讨论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企业在使用AI生成影像 和声音时的法律责任 Alcon Entertainment在诉讼中指出 特斯拉的行为已经在全球媒体中 不可逆转地创造了《影翼杀手2049》 和特斯拉之间的虚假关联 这种关联损害了电影的品牌形象 除了Alcon Entertainment的诉讼 另一位相关人物也对特斯拉的行为表示不满 2004年科幻电影《我,机器人》的导演亚利克斯·普罗亚斯 指控马斯克抄袭他的设计 尤其是在特斯拉的机器人计程车发布会上 使用了《我们,机器人》这一标题 这份标题明显只设艾萨克·阿西莫夫的著名科幻小说集 普罗亚斯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向马斯克发难 嘿,埃龙,可以把我的设计还给我吗? 这条推文迅速在网上发酵 引发了800万次的观看 显示出公众对此事的高度关注 事件的争议性让人们不禁思考 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 AI如何在创意产业中被正确、依法地应用 未来,随着AI技术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各个领域 如何在创意和法律之间找到平衡 成为政府、企业和法学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特斯拉的这一事件或许只是开始 未来的创意产业将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 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马斯克和特斯拉的创新之路 是否会因这场法律纠纷而受到影响 也将在未来的时间中得以揭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埃隆·马斯克是南非裔美籍企业家、工程师和发明家 以其在太空探索、清洁能源和电动汽车领域的创新贡献 而广受关注 他是特斯拉公司 Tesla Inc SpaceX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Neuralink 和OpenAI等多家公司的创始人 或联合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于1971年6月28日出生于南非比勒托利亚 他的母亲是加拿大人 父亲是南非人 马斯克拥有南非、加拿大和美国三国国籍 他自幼对科技和计算机感兴趣 12岁时便开发了一款名为Blaster的电子游戏 并以500美元的价格卖出 1995年 他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应用物理学博士 但仅两天后便辍学 投身于互联网领域的发展 马斯克的创业生涯始于Save2 Corporation 这是一家提供在线城市指南的软件公司 1999年 Compaq以3.07亿美元收购了Save2 马斯克从中获得了2200万美元 随后 他创立了X.com 这是一家在线支付公司 后来演变为PayPal 并在2002年 被Ebay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在创立SpaceX之后 马斯克的目标是降低太空运输成本 以便最终实现火星移民 他的公司在2010年 成为首个成功将私人资助的航天器 送入地球轨道并安全返回的企业 此外 2012年 SpaceX的龙货运太空舱 首次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标志着商业太空飞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作为特斯拉的CEO 马斯克致力于推动电动汽车的普及 他的目标是加速全球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 特斯拉的Model S Model 3 Model X 和Model Y等车型 已成为电动汽车市场的标志性产品 特斯拉还生产电池储能产品和太阳能面板 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 在其他领域 马斯克创立了The Boring Company 旨在通过隧道挖掘技术 来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Neuro Inc则致力于开发大脑与计算机的接口技术 以应对未来人工智能的挑战 作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 他也对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 马斯克以其非凡的远见和大胆的计划而闻名 但也因其管理风格和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而受到争议 他常常在Twitter上表达自己的观点 甚至引发了一些法律问题和市场波动 尽管如此,他的创新精神和对技术进步的坚持 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科技领袖之一 截至2023年 埃隆·马斯克被认为是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 净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 他的成就和愿景继续激励着无数企业家和创新者 推动着多个行业的变革和发展 他的生活和事业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大家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为大家带来区块链和游戏世界中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 六度链推出全新平台将彻底改变我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在这个游戏化的平台上 您可以评估内容 预测结果并赢取奖励 想象一下 一个游戏让您的见解塑造信息价值 并为此获得奖励 敬请期待 这是一个您不想错过的社区驱动体验 游戏即将开始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